大家好,我是喜欢说真话的Tiger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 手机处理器的迭代速度也变得更快 同时处理器的性能也变得更强大 原本被大家认为比较拉胯的联发科 如今已经逐渐崛起 近日,联发科发布了全新的天际9000和天际8100芯片 这两款芯片分别搭载在了 红米K50 Pro和红米K50上 随后红米K50首销成绩 达到了5分钟突破33万台 天际8100的性价币 可以说是经验了整个数码圈 然而就在我们以为 K50是2000元价位的汉门员的时候 半路突然蹦出来一个成咬机 那就是Realme GTN-EU3 3月22日Realme召开了线上发布会 正式推出天际8100机舰机型 Realme GTN-EU3 Realme中国区总裁徐喜 随后在微博表示 Realme GTN-EU3将会是2022年旗舰社门员 王者归来 这句话我们可以理解成 如伟兵被射门了 显然Realme GTN-EU3的发布 直接竞争对手就是红米K50 而且目前来看竞争力也非常大 Realme GTN-EU3标准版 同样搭载天际8100处理器 6GB加128G版本 也同样是1999元起售 性价比直接对标Redmi K50 不过在Tiger看来 两款产品之间没有高下之分 更多的是定位上的区别 首先Realme GTN-EU3 没有和K50一样 分为三个配置不同的版本 而是全系列采用天际8100处理器 LPDDR5 UFS 3.1 并且还搭载独显芯片 可以实现游戏查证优化 它仅仅只分为两个版本 标准版是5000mAh加80W快充 加强版是4500mAh加150W快充 因为同样是搭载天际8100处理器 芯片性能方面Tiger就不多说了 主要来说说差别 先说说这个独立显示芯片 它能够通过芯片和算法 在原始帧率之间 在额外增加一帧运动补偿帧 让普通游戏实现更高的帧率 从而提升游戏流畅度 让原本没有高帧模式的游戏 提升到更高帧率 根据发布会的介绍 Realme GTN-EU3在对原神 英雄联盟与和平精英 三款主流游戏的插帧支持上 分别达到了90fps、120fps与120fps 对于游戏爱好者来说 还是相当吸引人的 再说说另一个亮点 Realme GTN-EU3的150W快充技术 这个技术目前来看 比小米的120W的快充规格还要高 在日常生活中 手机的续航能力 已经成为了消费者 是否购买的因素之一 而Realme GTN-EU3的150W快充规格 可以5分钟将电池充电至50% 而Redmi选择是更加稳妥 67W加5500毫安时大电池的方案 两者之间在参数层面上的差距 也还是很大的 不过要看大家更喜欢长续航的手机 还是充电更快的手机了 Redmi和Realme各去所需吧 价格方面 以12GB加256GB版本为例 加强版的价格仅仅只贵了200元 Realme GTN-EU3 可以让你用较低的代价 用上更快的快充 更重要的是 不管是标准版还是增强版 快充都相比K50 K50 Pro更强一些 不得不说 这款手机的定位非常精准 它成功地让米粉开始感到纠结 屏幕方面 Realme GTN-EU3 采用了一块6.7英寸的AlmoLED屏 10.71色的色彩显示 支持120Hz刷新率 加360Hz触控率 这是一块类钻盘柔性直屏 局部峰值亮度可以达到1000尼特 屏幕素质据说几乎达到三星E4屏的水准 不过 美中不足的 是这块屏幕的分辨率只有1080P 这也是它比K50更弱的地方 K50是三星2K直屏 这块屏可一点也不便宜 不过 Realme GTN-EU3 用上了屏下指纹 而K50是全系列侧面指纹 这里面又有一些微妙的区别 影像方面 Realme GTN-EU3 用的主设是IMX766 并且有OIS光学防抖加持 而K50的主设是IMX582 同样有OIS光学防抖 IMX766是11.56英寸大底传感器 而IMX582的传感器尺寸只有12.0英寸 刨开厂商调校水平不弹 就单独只开硬件 IMX766的进光量更大 成像素质更好 虽然IMX766不是什么旗舰主设 和三星GN2这种顶级传感器没法比 但是调的IMX582是毫无悬念的 此外 Realme GTN-EU3 在部分参数上有所领先 比如K50的VC均热板面积 是3950毫米 而Realme GTN-EU3 是4129毫米 不过这点差距 在实际使用中是很难察觉到的 天机8100本来就是一颗高能效神6 哪怕部队散热也没多大影响 Realme GTN-EU3发布后 米粉们缓缓打出了一个问号 K50的地位似乎开始有些不稳了 其实在Tiger看来 两款天机8100各有优势 总的来说 Realme GTN-EU3的偏重点 在于游戏体验 但是在屏幕 拍照和快充等方面的配置依然很强 售价更低 后续将会是红米K50的最强竞争对手 但是Redmi K50则更加的均衡 更有机会成为一款合格的水桶机型 动脉建议来说 喜欢快充 影响当然是选择N-EU3了 而喜欢大电池和屏幕素质 当然是选择K50了 根据自身的使用需求购买就可以了 如果让你选的话 你会买哪一个呢 欢迎分享你的观点 想了解更多数码资讯 别忘了订阅关注Tiger 我们下期再见